1 2 3 Go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拍立得拍起来的效果 说真的还不错哦 这是第一张 亮面 它还有分不同的材质 以前的拍立得是布面的 它是亮面的 所以它很亮面 有进步就对了 这是第一张 我要换第二张了 这第二张就是刚才我在那边调皮 照我们摄影棚里面有两台摄影机 还有背后我们的时钟 还有我们的一些后面的状况 也很亮 因为它是800度的底片 所以你看整个景深都可以看得到 难怪现在 可是可以看到前景中景后景都清楚 大家都疯狂地拍立得了不起 这是孟哥 我觉得我的技术不是很好 把你拍的那个脸太曝光了 后面有点暗 所以光线有差哦 光线还有背景 背景 因为我们相机是很聪明 他看到你的背景暗 然后他就前面给你加亮 所以你人就曝光过度 这张就不错 这张就是我跟孟哥 这个请孟哥一起来拍照的 还可以 不过他还应该还会在 颜色应该还会在自然一点 对不对 因为我比较白 所以你比较黑 然后他针对你的对焦 他就会 为了要把你拍白一点 所以我就相对的就更白了 这拍的有这么 有啊 Smart的功能 现在所有的相机就自动对焦 真的 他 我们如果说你拍照的时候 你背景取得不对 背景是黑的 或者是说我们在雪地啊 沙滩啊 是 我们照相机都有这个功能啊 为什么它有一个雪地沙滩 因为那个地方特别亮 特别亮 你的相机以为说 哇那很亮 所以曝光不需要那么多 但是反而都拍出 under不足的一个曝光相片 今天这个真的很好玩 难怪那么疯狂 我想请问 拍的现在一台大概多少钱 这个很便宜啊 这个大概两千多块而已 两千多块 那一张底片大概多少钱 一张底片大概30块钱 还好 还好 因为这种快乐 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 那这种相片 它可以保存多久 没提醒 没提醒哦 基本上 那这个四五十年 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要正常的保存 你不要去晒阳光啊 你不要去风吹雨打啊 正常的保存 它是不太容易对策 对啊 孟哥还有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 已经帮文瑶用手机 拍了我的样子 对不对 那你意思就是说 因为它走是红外线的功能 对 直接传输 对 好 好 你看 刚刚我们拍的相片 在这里 对 我们现在就是 红外线对着红外线 对 红外线对着红外线 然后我们就传输了 对啊 我们要先开机 好 先把PV开机 先开机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传输了 OK 它就要对着 然后它在闪的 就是它在传输了 它在叫了 你看 它在叫了 刚刚刚 因为它有一个马达 将这个片子送出来 OK 我们把它摆在桌上好了 已经传过去了吗 传过去了 传过去了 对 神奇哦 出来了哦 对对对 那出来我们要 跟刚刚那个 拍立德的原理一样 它也是 是需要让它慢慢的显影 慢慢等 对 因为它需要加温 梦哥这个更可爱 这是维尼熊 对 所以 好可爱的啦 真的是 这个很符合你的年纪 谢谢 维尼熊应该 不会啦 维尼熊应该七八年级 我还不小 是啦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用手机来拍照 然后用这个印出来 这多少钱现在 这两千五百 不不不不 差不多三千三百块 这个 这个还比拍立德贵哦 比较贵 因为它是数位影像 它可以存在里面 因为 你可以利用数位的 比如说你的笔记型电脑 你的手机 你只要有红外线 你就可以传输了 所以你拍的影像 它还会继续保存在你的 档案夹里面 对 但是 相片又出来了 那它里面也是有 那个记忆卡对不对 它里面没有 它只有接收的功能 所以它只能够印象 但是 这个它可以记录前一张嘛 它只能记录前一张 记录前一张 但是 所有的数位档案 还是必须存在你的相机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用数位相机拍照 然后你如果只有红外线的功能 你就可以传输给人家 所以最近 很多单眼相机的使用者 他喜欢用我们 有一个另外一个型号 他们就是帮 比如说秀场展场的那个 Showgirl 马上拍 然后 跟别人不一样 他马上送给那个Showgirl一张照片 那Showgirl一定对他 开心 开心 对 有道理 所以那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一个 昵称叫做把妹神器 不过真的好玩 我看你蛮需要的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不错很好玩 孟克 我们继续再用短短的时间来稍微讲一下 因为 其实你们在这些业界来讲 也是领导品牌之一 所以现在 说难听一点 我觉得功能都已经 变成大种小异了 对不对 事实上来讲 现在 像这个相机来讲 功能的话 几乎每一家 差不多就是发展的趋势就是 比如说要一千万画素 画素要高 大萤幕 大萤幕 然后要有什么 脸部搜寻对焦 对对对 然后 然后防手震 防手震 防红炎 然后 我们现在最近 我们富士推出的是有 SR AUTO 就是 就是自动 智慧场景辨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刚刚我们比如说 我们说到海边拍照 那你就拍嘛 可是 你不知道海边拍照 它会有什么样的反效果 因为太亮 或太暗的关系 那 这个相机呢 你只要拍了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判别 你到底要用哪一个场景 我们那个相机里面不是有说 拍花了有拍花了 博物馆有博物馆 然后运动有运动 对 那你还要去挑 说我适合哪一个 那这个不用 它自动的会帮你判断 你拍了之后 它有六种情况 我们最常发生的 比如说 到底这张照片是算人像呢 还是风景 它都帮你搞定 那然后自己在挑选这样是吗 其实它都帮你挑选了 都帮你 相机就是 直接辨别好了 相机就是比你还更聪明 而且比你更专家 还要再去按什么一朵花 对 不用不用 或者按什么风景的一座山 对 或者是什么样的什么夜拍 对红眼 对对对 都不用管 因为有时候啊 你在夜间拍摄 然后又是在有一朵花的地方 嗯 那你要怎么 相机它会帮你判断 你到底是要取人为主 还是取花为主 嗯 它会用最好的条件 帮你算出来 嗯嗯 所以它的曝光会最轻盈 然后它的杞警一定是最好的 嗯 所以它很聪明 那这一台更强的是喔 你摸摸它 全部是平的 平的 对耶 它是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它这里有WP WP是Waterproof 可以放在水里面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拍照 除了去吃吃饭的时候拍拍菜 或是说郊游或毕业旅行拍以外 现在更多的场合 你到水里面都可以拍 好亮 所以这个的话 它整个材质都是防水的 你看好fashion的颜色 所以想想看 穿着比基尼在水里面 这个多炫 不是啊 我们穿泳裤拿这个在水里面拍比基尼 是 是吗 我怎么可以纠正它呢 但是 我觉得真正厉害的地方是 它有防水的特别材质 因为你知道这个电池放在水里面 它一定要非常好的绝缘 就是防水 然后这个橡胶非常的强 这里橡胶 然后所有的按键都没有缝隙 所以你在水里面可以正常的拍照 我昨天来之前 我们在鱼缸里面 手伸进去玩一玩 然后在那边拍鱼 那个鱼都被我吓得半死 但是都拍得起来 改天去海边 其实在水里面拍比基尼比较好玩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反正你女儿又带你去 对 是 还有另外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功能都差 功能其实该有的都有了 只是颜色的设计上面不一样 那像这一台Z30的 它就是很适合我们在网路上面做操作 为什么 比如说你部落格 像你自己有部落格 你有时候要po照片 或者说拍卖 你一直要po三张四张 那上转很麻烦 它里面这个帮你编辑 你四张照片就变成一张 一次传送 所以做动作 所以您的文谣的部落格 应该赶快准备一台这个 我会认真的好好的经营自己的部落格 这是刚才PB拍出来的照片 好看 对 不赖 是因为他这个未婚 我有帮你做一个气球 上面写Best Friend Forever 真的 甚至说文谣我爱你 真的 可是今天来不及 没关系 但是我帮你编辑好了 就可以做成气球那样 那我把它弄好气球之后拍个照片 不到部落格给大家看好了 可以 没问题 谢谢孟哥今天来 那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 其他的 像这个油画质